Dunyic.com.j Dunyic.com Dunyic.com.j 喂,Hello,大家好,大家好,什麼又是你,又是我,什麼又是你,肯定是我們,總是昨天都... 昨天是昨天的直播片,昨天我不是在昨天,昨天我在後面 你在後面,對啦 昨天坐在鏡頭前面和大家試玩這個MarioCard 為什麼今天又開箱 不是 說了 壞了 不是打機 昨天打機 為什麼今天又開直播呢 你經常問 人家都看完樓下的那條巴 是啊 其實樓下的那條巴已經說了出來 什麼機 哇 新鮮滾熱蘭 喂 這個巧克力盒來的吧 新鮮滾熱蘭 華為 接機 接疊屏幕 應該說好一點 華為 5G 旗艦接疊屏幕手機 Made XS 新鮮滾熱 原本我也是剛才3點多的時候見到新聞稿 轉過頭又說開Live 那就很感謝有關的方面 就很快速遞到那部機器給我們 很快 試玩 先說一下背景 其實在2月尾 大家都知道 MWC 2020 本身應該會在西班牙巴賽 但受到一些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要先退一退場 今年暫停了 暫停了 以不同的方式去公佈他們自己的新機 其中華為選擇在網上發表了這部新的 今年新的接疏屏幕手機 那我不像這部的 還有一些美股 還有一些Tablet 不過這部當然是最主目的 大家都看著 其實去年已經出過了 也有水貨回來 也有水貨回來 還有一機難求 沒錯 賣得很貴 去年其實就是出了Mate X 第一款是摺疊屏幕手機 當時仍然都是4G 今次轉了5G 轉了一些新的處理器 來到2020年當然是新的5G 沒錯 迎接5G時代 也有一些新的技術 帶進去 你說這麼久 有沒有東西拿來看看 有 不如開箱 來開箱 來吧 因為我要準備 你見到這個四方方盒 其實也配合他們的機器的外形 我們反過來 等一下可以轉一轉 同時可以轉鏡嗎 現在可以轉鏡嗎 對 好 就是這樣向前揭開 嘩 真的配合他四方方盒 很大的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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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型的視覺震撼 真的要小心一點 全盒的 全盒的 多少錢 現在這部機器在賣 還未賣 準備賣 19888元 3月18日正式可以賣 兩萬元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不如我們看看有什麼配件 好 先看看配件 好嗎 機器就在這裡了 不用怕的 這裡有很多 配件 這個應該是機框 機框 像是框 機框 像是框 可以吸進去 可以吸進去 待會再吸進去 我們先看看 因為有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又有一塊出來 這個就是 什麼來的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裡有開的 耳機 耳機 大白色 這個 不要緊 這些 可以買他們的真無線耳機用 哦 特意有後著 有後著 真的好老實說 現在通常大家 那些 機裡面的 這個 這個 都幾大 C 是啊 看看它是什麼 充電規格 原來它就是支援 55億的 華為Supercharge 快充 快充 最高55億 絲頭快充 但是這個 現在我們是兩腳 兩腳 當然 來到香港 真正發售 行貨的話 就一定是三腳 不過那個形式 如何收起來 到時候才知道 這個就 好 還有沒有 有 剛剛拿起了這個 這個應該是 cable 這個應該是 cable 這個就 好 這個應該是 C to C 是 cable 我們不拆了 這個都幾長的 看到都 你看 好 開箱到這裏 好 我們先放一邊 這個 機裡面有什麼 對 這個盒都幾巨型 快速開箱 好 這個主角在這裡 嘩 真的太多東西 很多東西 突然 這個這麼搞笑 這個框 像泵把一樣 這個泵把 這個框 這個框 幾特別 本身大家都 本身廠應該不允許用這個 其他形式的 皮套 是不是有皮套 應該是有皮套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有皮套 因為 因為之前也有見過一些水貨 不要緊 它跟來一個泵把 最起碼也有一點保護 最起碼也 不如裝 你把這個框在這個 裝 不如 不如拿開盒 好嗎 好 拿開盒 拿開盒先 這樣 這樣 可以看看 這個框 就配合 這樣 我試試 我試試 我剛剛開我 沒試過 其實我也沒試過 沒試過 我剛剛開 因為是軟軟的 所以 這樣上去 已經對上邊位 這些 都是這樣 對上邊位 這樣 行動 拍一拍 應該就已經 保護到邊 保護到邊 這個可能 我沒裝得很好 我猜我 應該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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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 我們不太會弄 因為有些位置 應該要拍到適合它才行 應該會是 是 其實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機器 都真的 用一個袋裝好一點 是啊 都是的 或者 因為它始終是 螢幕向外接 可能用一個皮套 行了 現在我 吃這個邊位 這樣就好一點 現在咬了也好 都不會掉出來了 是不是 這樣完全 是吧 這樣用 可能這裡要吃一吃 關鍵的時候 這個要教位 要弄一弄 我聽到很清脆的 拍的聲音 拍的聲音 原來是 這部機器的摺法 其實跟我們之前見的摺疊屏幕手機 即S牌 相反的 真的相反的 S牌那部 摺 摺 摺 那部摺機呢 但是現在這部我們看到的Mate XS就是鄉外接機 就是這樣 真的 嘩 嘩 是嗎 那個殼裝 我們那個殼裝不行 不過我們脫掉了那個殼先 沒關係我們先脫掉那個殼先 因為我們都要再研究一下 這樣 這樣 我們先放一邊 大家的眼睛覺得 怎樣 嘩 嘩 第一眼睛就 大家的眼睛就怎樣 基本上都是以為是Tabnet 對吧 因為剛才好像開箱打開 射方方 很大 好像Tabnet 那個感覺呢 我覺得這個螢幕 雖然是接螢幕 但是跟平時的旗艦手機 都是一樣漂亮 是 是 可以開回剛才 那我問一下他怎樣 哪個位置開的 好 有同事就說 不如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怎樣開 其實你看到 其實這個應該是背面 因為有一個鏡頭 是 開的時候 其實看到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就一按 就噴一聲 就會彈出來 其實他會 彈剛才就是這樣 沒有彈 即是他應該不會說彈 不會 應該是不會的 嘩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你看到現在接完之後 這個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好像平時的機背一樣 是沒有東西的 前面的螢幕是穿著的 是不是 現在後面 如果我想 由打電話 由手機的模式 變成Tabnet 或者想開大螢幕來看 我按這個按鈕 按一下 是那麼多的 立即拍一聲 看到嗎 他有慢慢的 慢慢進了一點點 差不多 你自己已經要 用手動的方式去打開 也好 你慢慢打開 可以說有一個警覺性 你不要馬上很大力 很快地反開 而且如果你反開了 我猜他應該要有一個機器 在那裡 是啊 其實他有一點緩衝的感覺 就是令到你 我知道 這一刻我要慢慢打開 還有這麼說 這些東西會慢慢改進 會有第三代 第四代 其實他現在 為什麼叫Mae XS 其實這部機 都是一部強化 即是上一年Mae X的強化版 其實我們可能看一個較為 因為Mae X我們在香港是沒有出過 只有水貨 那時候也是買到很貴 所以這部機器 都算是改良版 或者優化版 優化版 為什麼呢 其實他那個教位 我們看一下這裡 中間 這個大概是一個 兩個字 這個中間的粒 是什麼 其實不是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叫鷹翼的 照合式設計 其實它裡面已經做了一些 強化的設定 就是再用這個 含有這個 耗液鈦合金的物料去打造 還有再重新設計 裡面的零組件加了 令到它接那個時候 或者打開的時候 可以更加順 也可以更加耐用 因為始終你用得這些機 你不會只是用普通手機型態 你一定會打開它 你一看網頁也好 你看電影 看照片 你可能都一定會打開來用 對 它說它這個 液鈦合金物 液鈦合金屬 硬度是比鈦合金更加強 所以其實內用程度會更多 這個底 還有你可以看到 這個底 是完全摺疊的 你會看到這個轉彎位是貼的 貼的 兩邊都是 貼的 因為向內接的設計可能會遷就一些機件上的設定 以及也要防止那個屏幕直接摺得太厲害 所以中間會有一些空位留去 因為你想想 書摺式如果把屏幕完全摺起的時候 其實那些屈曲的位置 除了會拱起 其實屏幕的位置可能已經完全90度或180度摺起的時候 可能會有機會 以目前的技術來說 可能會有機會傷害到屏幕 然後進入了一些新的機構防塵 那個架位都變成了新的設計 那我現在先拿開一點點 你看到整隻手張這麼大 是大過我的十全 整隻手張這麼大 因為打開 其實打開部機是有8吋的 8吋屏幕 我想女生可能就單手有一點吃力 單手有一點吃力 我當作讀書 看書 看小小的小說 這些當然是男人用 還有這邊 都給你右手很多 因為這個位置 因為摺了之後 這裡有一點掌握 有一點握位 可以握得好一點 可以握住就好一點了 都不能免再講講規格 好 規格今次Mate XS 採用了奇韻990 5G處理器 本身之前在外國的消息 只有8加256 但我們現在收到的那部機 看清楚一點 8加512 8加512 剛才你說2萬元 2萬元是否就是這個規格 2萬元是一個規格 我們現在手上的顏色 叫Interstellar Blue 星際藍 沒錯 星際藍 可能現在的燈光 這些是白燈比較厲害 大家未必看得好 這樣吧 這個看得到藍色 一隻色 你看到這個鏡頭位 鏡頭位就是 Leica 4鏡頭 也一定是Leica 主鏡 1600萬像素超廣角 800萬像素長焦 還有一個TOF鏡頭 這樣 其實上到好像三鏡頭 好沒有記錯 我去查一下資料 不要緊 這部總要是這部行貨 總要是這部行貨 對 行貨比較重要 那 你覺得有什麼 你剛才一開 你一開 好像有些黑落東西 一開嗎 黑落東西 對 這個是我的黑落東西 為什麼 但是很重要 我覺得 大家用的時候 真的要記住 真的要 這個黑落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機器 其實我真的沒有碰過 本應有機會碰的 本應也有機會碰的 本應也有機會碰的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之前本應也有機會碰的 其實CS 好像看過 CS在華為是有BOOF的 亦都有展出 但是實在 我擁不住 本應的BOOF是圓圈 即是那個位置 那個攤位 SoulMate X還是Mate XS 那個攤位是圓形 可以四邊都招呼到人 那個是打三層人 三層人 真的沒有辦法 我完全排不到 一個多兩個小時不行 我完全排不到 每人玩十五分鐘都幾個小時 我試過站在這十分鐘等 都是沒有一個人走 差不多 我都說你這樣 新的東西通常我們自己做事 加上有記者可能拍照 玩十幾分鐘應該都更加 所以這次也是第一次碰 我怎麼接呢 我剛才本來想著 為什麼向來接不到 不是 老實說 你剛才一開是平的 是平的 你不知道是 真的有這麼看 你不知道是 是這樣的 還是這樣 你一拿出來 很自然 可能一拿起 一拿起就自自然然 不是 不過發覺 硬一點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因為是向後的 你一拿起相機的時候 不要向上接它 是要向下接它 沒錯 用的時候 不過如果你正在用 我猜應該是很容易搞的 因為你知道 拿到手掌位 應該都會感覺到 你知道是應該 純粹我個人太緊張 因為太貴重 還有第一次玩 是正常的 所以突然輕輕輕機 不是這樣接的 不是這樣接的 是嗎 拍不到差點 但是不是這樣接的 另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 因為如果向內接 其實做不到這麼大的屏幕 你只要向外接 才可以做到這麼大的屏幕 我們可以看到 中間的那個弧位 其實這個位 也是一個屏幕 是啊 還有剛才我也試過 譬如說 在一個教位 拉下來 中間的感應 不會因為它是教位 而有影響 或者是慢了 或者感覺不到 其實都 如果大家看到 其實都是 很舒服的 我在中間 對 都完全不可以 當然 究竟 向內接好 還是向外接好 這個真是見仁見智 其實 我這樣說 看看你習不習慣 我覺得 愛和內 分別應該不是很大 只是 可能向外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向外 譬如說 你怎樣也好 其實是普通手機一樣 你向外 一部手機 你有時候 你不覺得 你都會這樣放 是 因為如果它接的時候 現在還有一個 架位 這個彎彎 其實你這個 可能會不會 容易傷害到它 所以就要用一個套 是啊 外接也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拍照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 拍照就是這樣的 可以 要轉一轉畫面 拍照是怎樣 原來自拍是可以用一個 這麼大的門去做 沒有試過 都不是的 自拍 如果普通手機都什麼 是 但是 反而你拍人的時候 是可以讓他再看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呢 因為這部機器 又是太新的 反而我還未研究到 怎樣開 應該是 要開出來的 我們先插一插線 但是我的線跌了 真的因為 因為這個問題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大家 好 好 這裡 絲頭 好 我們可能要轉一轉 可以轉一轉畫面 好 現在完全 這個就是平板模式 下面的一個 拍攝界面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看 其實都有 有齊了所有的 本身我們在P30或Mate 30 Mate 30 有的功能 這些 專業 HDR 慢動作 光影 大光圈 夜景 有齊了 如果我們 原來一反轉的話 是鏡頭或手機背部 如果要前置最緊 就是摺起來 原來 好 摺起來 這樣呢 就會看到自己 那就自拍了 對了 那究竟 但是我應該是可以 開那個 自拍 是嗎 原來呢 還可以 調整 一千萬元素 不過我已經建議 這些 就可以設定 就可以了 其實應該 是不是 啊 不是 他是不是有個什麼鏡頭 太緊張了 我實在 咦 我的背景在哪裡 哈哈 人像 對了 手機翻轉你的鏡頭 好 好 手機又翻轉你的鏡頭 原來是可以 原來是 DETECT到的 即是 你怎樣翻轉的時候 你怎樣翻轉 它就會翻轉 是嗎 DETECT到 不是啊 應該是不是用這個鏡頭 轉一下 對 這個鏡頭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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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了 如果我按這個自拍鍵的時候 它是要 反轉 那你部機一反轉 那你就可以出發 嗯 展示也不好 這個 有些掉漏 不要緊 這些我們 接下來都會再試 可以留意一下PCM的 其他報道 我想說一下 今次的機器 其實那個指紋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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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 主開關 是用的 對 這個很棒 這個好用的 不是開玩笑 好 不要緊 可以 指紋 這個 那 我也想說一點點 因為我剛才試的時候 不是很習慣 那我就 因為按住了它 就經常以為這個 Volume 按鍵 就會開關 不過我想就是 用久一點 用久一點 就會 這個力量 就會好一點 是 那這部機 真的 其實打開是最 最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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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 高呼一下 對 可以轉回Scream的畫面 你看看 平時手機只有一半 平時手機 平時手機長方形 對 長條形 現在就 你看 這部機 我坦白說 就沒有GMS 是的 那 有些用什麼方法 用到有GMS的功能 我們就要靠HMS 沒錯 HMS 是華為自家的 本身的 一個生態系統 包括華為ID 靠 還有AppGallery 其實打開AppGallery 你也看到有很多 Apps 遊戲 這樣在 其實一直都在增加 因為 其實他在說現在 華為這個 AppGallery 是世界上第三項 那個App的數量 不斷增加 還有很多地位的Apps 你也看到有些 其他行家 或者一些開放 那些都在 基本上衣食住行 都可以照光 當然 如果你想用 再好一點的話 當然 未來的AppGallery 會繼續發展 會再加 都是有少少東西 要改進的 譬如有少許付款的Apps 要加進去 或者等著再有些社交媒體 Apps 會加進去 這個正在做 還有HMS後面的團隊 就要加油 是的 但是他現在第三大 其實是指一可待的 其實很主要的 譬如說你WeChat 有很多有用的東西都會在 是的 地圖那些 有齊 我們也是 靠這個類型 去分開有些什麼 類型 去下載 要的東西 譬如有些什麼 排行榜 這樣 有齊 在這裡 記得 用機 可以開花圓 花圓 可以自己加一個 可以 那怎樣轉 你如果買一部 換了這部機 怎樣轉回 你現在手錄上的機 其實就可以用 華為的一個 程式就叫 Fonecone 對 Fonecone 所有東西 丟進去 直接轉移 對 轉移進去 基本上都很完整 譬如有些WhatsApp的歷史 都可以丟進去 其實呢 這麼大的螢幕 當然有其他 看相片 看看Bowser也可以 看看PC的網站也可以 我們有沒有 這個聯絡 嘩 這麼大 很大 我們其實可以用 要什麼 可以 召喚那個 DESHTOP的 DESHTOP模式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這個更厲害 這個更好 因為為什麼呢 夠大 夠大 可以看到 真的完全 完全不怕 完全不怕看不到 那麼 這個 8吋的OLED屏幕 其實它有解像到 2480至2200 現在這個就是 電腦版的風格 這個就是 配一個鍵盤 仔就可以做事 是啊 因為現在都 還沒裝那些 Document 那些Speak sheet 那些Apps 如果加一個鍵盤 真的可以做事 有的 我記得是 應該是有辦公室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了 有免費辦公室 有些 Microsoft辦公室 也有 雙無用的 CAM scanner 有齊 App Gallery 可以下載 基本上 工作方面 你都不用擔心 都可以 有些什麼Apps 賣相機就 已經裝到 都做到事了 都立即到 對了 其實有一個 功能 是應該要 展示一下 就是 這個Multi screen 沒錯 停一停它 停一停 怎樣 拉出一點 然後呢 就有一條bar 圖片褲 這裏就可以 周圍移動 看到嗎 現在這個我未必可以 在另外一邊 拉過來 左右兩邊也可以 其實 這個 對不起 看到有四方框 四方框 出來 就可以 這個可能可以 我們可以開一個 這個 有些Apps 是不支持兩邊分割的 有些就行 有些就不行 要重視一下 所以就 要 再拉出來 我沒有記錯 檔案這個 這個 這個 浮動視窗 那就 本身浮動視窗 都已經 已經搞定了 在後背景 可能開到一個 計劃 我們沒有很適用 市長也是 沒有發揮過 對 所以有些它有 有些是不行的 所以就要 看看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照片應該 上圖片 應該可以的 可以嗎 用手 快點 好不要緊 都是不行 華為主義不行 這個 那可能要某些 某些 某些 program 才可以用到 好 我看到有人畫 我看到有人問 有人問 可不可以放個漫畫網來看 漫畫網有什麼漫畫網 但是 就算開張照片出來 我可以開張照片 好 剛才拍了少許 你看到這麼大張 看漫畫一定 很棒 很棒 不用想 這個就是 剛才在公司外面有少許試相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看到燈柱 很多東西 這個一倍 正常的 好 接著 三倍 應該是 螢幕的就去到三倍 這個就是五倍的 絕圖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張照片 我問一下 一寫片出來的 本身是哪個方 這個 你講 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是四比三圖片 是的 我真的要再試個分割 剛才有試過 但是要看哪個應用程式才可以 操作上面都是姿勢為主 你看到 都跟華為本身以前的機 姿勢操作方式是一樣的 都一樣的 只是螢幕大了 是的 可能 有一個要講講 就是 看看這個任務先 其實 我們可以去 一去 這個 記得要安裝這個 有一個計劃 剛才是展示出來 忘記說 有一個叫會員中心的物體 叫計劃 是的 找不到 會員中心 聽到 其實要安裝 因為我們這裏 還未登入華為的ID 所以就不要緊 那 其實 精品應用程式 記得安裝這個應用程式 因為它有很多資訊 在外面 提供給我們 即是華為 用戶 還有這部機器的資訊 是的 有空可以看看 會有些提示和技巧 在裏面 給大家 更加了解這部機器怎樣去用 是的 好 好 那 效能 之後會再寫 原本 再試一下這些 因為都是很快 趕快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機器 支援5G 但是香港還未出 所以我們試不到 對不起 真的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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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4月1日之後 大家的操控器 準備好 就可以試試去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也很重要 大家都看著5G 因為快 時限低 看看大家計劃的容量 可以去到多少 打機 錄網頁 看片 都不會有點疾 最重要是這個 如果用這部機器 會不會用來打機 或者用來傳播4K影片 這樣看 有可能 這麼大的螢幕 對 應該很棒 對 做事 還有看到辦公室做事 有同事有問 有同事有問 如果用來打機 會不會直接縮回 那邊 可能有些機器 會正方認同出 但如果接發文 會不會變回長方便 理論上 我有個同事有問 如果打開了螢幕打機的時候 如果接回那部機器 那遊戲畫面 會不會 吃回去做一個長方形的比例 我想應該 如果現在裡面這些APP 其實你看到 如果裡面的APP 你接它 你看到它會這樣 自己適應了 但是你說遊戲 我想要遊戲 自己做到這件事才行 對 這個應該是根據 APP或者遊戲 沒錯 究竟有什麼遊戲 可以融進屏幕 之後我們都會試 對 這些會再慢慢試 會再慢慢試 其實未出門 有很多東西 可能APP也好 或是遊戲也好 都未公開到 對 尤其是APPGarry 剛才所說 正在發展 其實每天都變 可能突然又多很多遊戲 在裡面 可能推出那天會多很多東西玩 也不一定 希望APPGarry 都可以繼續發展 尤其是本地的APP 更多一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手機很重要 沒有一部手機 不知如何 最重要 就是多一些本地APP 用 可以方便自己日常的生活 你駕開車 如果放在車上做地圖 會不會很昂貴 可以 可以 放在車上做地圖 可以 但我一定要找一個 對的支架 車架 車架才可以 因為那些 你通常現在知道 不記得 找一些Tablet的那些OK Tablet的那些OK 好 簡單開箱 簡單試玩 今天和大家帶了這部 5G的旗艦接叠屏幕手機 Mai XS 今天 差不多 差不多 再有什麼東西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想我們試什麼 想知道什麼 在我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看完之後可以回答大家 或者在我們接下來的評論 試一些 好 今集時間 差不多 這是又突擊的Live 我們好像星期四都會有 星期四都會有 預計星期四會有 但星期四就講這件事 都賣少廣告 希望星期四可以大家 繼續留意我們的PCM Gadget Live 繼續捧場 多多支持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